南岸男团Infinite结束军白期后 时隔7年以完整期回归 对讲圣规成立了新公司 还成功拿下组合双标权 让他们得以继续使用团名 让粉丝们十分感动 因为以前组合登上广播节目 透露这次的专辑是圣规自掏腰包投资的 成员悠闲谈言对方投入了那么多钱 因此很担心这次的专辑 没达到他们预想中的好成绩 没想到圣规大方表示没关系 钱再赚就好 让在场众人不惊 鼓掌大贪佩服 事实上圣规为了这次的回归 亲自收集了200首歌曲 再挑选出其中100首 所有让成员们和他一同视听 最终选出四首收入进入专辑 整个制作过程都亲力亲为 他也表示自己身为公司创始人 如果成员们的行程合适的话 希望团体每年都能推出一到二张专辑 要是还能推出更多作品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的 也知焰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 迎来不少粉丝感动直呼圣规真的是最好的队长